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的单字叫anthrop 这个就是人类的意思 欢迎进入我们的自根教学 anthropology这个就是人类学 anthropology就是人类 ology学问的结尾 当然就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各种学问 philanthropy慈善行为 philo就是爱 你有听过菲利普吧 给你个揪咪 philanthropist慈善家 因为anthropy是人 慈善家倒是送欢乐送爱送关怀 我们再看更多的单字anthropogenic 这是因为人类行为产生各种的破坏 anthropogenic emis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人类改变了大气层的所有的各种变化 anthropomorphism这个叫拧人化 很特别 因为morph是形状的意思 代表转换的动作 可以从一个动物 变成一个人类的概念 我们后来看了一本书叫manthropology 这个字就更有趣了 就是人类的进化过程 最后由人缘又变成了人缘 我是林文老师 在此外除了各位介绍动画作品以外 也讲解了各种的英文杂志 还有小说呢 期待我的更多作品吗 拜拜